11月12日德云社三里屯剧场因为防疫要求停止演出 各队也重新调整了演出场地 而原本在三里屯剧场演出的秦潇贤何久华也取消了演出 不少网友纷纷惋惜不已 还有网友发文表示 虽然秦潇贤何久华取消了演出 但是因为调整演出场地重新卖票 但他又抢到了孟贺堂周久凉的票 真的是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应该难过 不得不说听到这个消息孟贺堂都吓了一跳 明天还有一天 小时候还有 明天没有啊 有 我姐妹单独写完了 行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当然虽然节目单上没有了 但还是可以空降的嘛 不少网友期待秦潇贤能够空降到小剧场 毕竟他跟孟贺堂一起热搜的两男三女 孟贺堂都已经出来杂卦 声称明星太难了 都没有私生活 不少网友也纷纷期待秦潇贤的杂卦 虽然演出取消了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安全最重要 老秦一定要注意身体 注意安全 当然要是老秦能出来发些照片安慰一下更好了 快到年底了 怕是老秦也会越来越忙 回到小剧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当然还是希望老秦能够回到小剧场演出 带给大家欢乐